大家好我是哈姆 今天要來講解英雄氣泡新手入門需要注意的事情 我大概玩了兩天那有一些基本的觀念了 OK首先新手入門的時候手抽啊實驗抽你抽到什麼角色都沒關係 因為主要是你要練一隻六星的角色然後把它弄到你的運運是久久變得機運 那怎麼練六星這邊冒險 活動島裡面有現在目前有這三隻可以一直刷那個五星的角色 那中次郎已經快結束了 我先我我昨天是刷中次郎 然後現在在抓這個香澤肖太 那看一下我的人物表 這邊有那個玉城 角色強化 這邊我的中次郎已經刷到運99 運99 運99 運MAX的好處是說你 戰鬥的時候每次打完一定會得到兩個 額外的寶箱 額外的道具這樣子 那如果你運是50一下的話 是沒有的 50到98的話是 得到一個寶箱 所以 大家用力刷吧 那刷的方法我是這樣子 比如說我點這邊 因為我等級什麼都沒有練得很強嘛 我一個人可以打贏這個上級 那我進來之後 我試打一場 可能會花一點點時間 額 我打下這個 我這個超級是有援助 有救援 我打不過的時候就救援 有人來幫我這樣子 然後這個是上級 他們就單人冒險 因為你打過了嘛 所以你就可以刷自動 刷自動的話會花一點點時間 大概花個兩分鐘 三分鐘 打一下吧 然後再來就是那個 台服有那個 四檔魯夫 四檔魯夫還蠻猛的 這個也要想辦法抽出來 那個 卡卡那邊 轉蛋那邊有這個四檔魯夫 要用紅寶石 第一次是500 第二次是750 然後第三次好像 以後都是1000吧 1000紅寶石 大概是這樣 然後 這個上級的那個運勢 一隻運勢加3嘛 我會先 把10隻10隻吃起來 一級 互吃 吃到10幾這樣 不是吃到10幾 是說 吃10隻 加上自己本身是10隻 這樣運有30 我是這樣子啦 因為聽很多人說 是說你等級越高的話 花的金幣越多 如果你把你的那個 你把你的 假設我把中次郎 他原本是5星嘛 我練到80等之後 然後讓他覺醒 變成6星 讓他是不是一等 一等之後就可以再去吃 其他的那個 角色 我是這樣子啦 聽說這樣會省一點金幣 那我就自動打一下吧 然後我也沒什麼特別的打法 我看一下我的打法 我的打法 我自己 自己是這樣啦 比如說 悟空是 黃色嘛 那我會讓第一隻有那一種 改 就是那種 可以變球 變成黃色 那這個魯夫是紅色 那我就會讓我這一隻悟空 這隻悟空有那個 變紅色的 我是這樣 這樣 這樣這個魯夫就可以馬上 馬上得到很多星星這樣 然後這個一樣嘛 你看 達爾嘛 貝吉塔 他是那個子龍嘛 子龍變綠色 綠色的下一個循環就是我的中次郎 我是這樣設計啊 就是每一隻身上都有那個變珠的 技能 的輔助技 有情技 然後我給他的是下 下一個 下一個是符合他的顏色 我自己是這樣 所以我每一隻都有 所以我這個魯夫用的是那個 葵蘭鼠裡面的 應該是葵蘭鼠吧 像我這個中次郎 我就 我也喜歡用那個納梅 納梅還是閃電型的那個黃色嘛 就變一個閃電 然後這樣那個悟空 一定可以 gray turn 一定可以那個變成技能 然後魯夫是 給他這個老 這個老師 直接變必殺機 或是這個 可以讓那個 貝吉塔 隨機七爆九 因為是隨機所以有時候是來不及 是不太 有時候是 不會變成七個這樣 就試試看吧 就試試看吧 因為藍色 這樣就比較藍嘛 然後再放一些補血的 我好像技能這個必殺機被他鎖住了 好吧就這樣吧 Auto好了 因為電腦有時候他比我們聰明 我們人有時候沒想到 電腦會想到 但是電腦有時候又很呆 那設計感覺是 主要有 球 主要超過七顆以上 他一定會按 我盡量講 十分鐘左右吧 哇 剩下不多 剩下三分鐘 他可能會超過一點點 因為我覺得 一般人的疑惑就是 只有 入手 入坑的時候 比較茫然 玩了大概一下下大家會知道吧 我一開始也是不知道 什麼運 運是幹嘛的 我們大家就可以看那個運是幹嘛的 就是你的第一隻要急運MAX 這個正常的寶箱嗎 這是正常的嘛 這邊 我的運用是MAX所以多了兩個 寶箱 隨機開有時候是開金幣有時候是開這種經驗技能書 經驗書 OK然後 可以一直刷嗎 這邊可以改一下那個 這邊傳奇英雄 我現在有三隻 然後聽說這個雅典娜蠻強的 他就是奶媽啦可以回很多血 那怎麼取得 那個冒險這邊 英雄島我是 打完那個 第11章 七龍珠誕生的星球 然後就有那個雅典娜 我現在是打到這邊 就是你新手一口氣 我是一口氣什麼都沒有做 然後就傻傻的打到這邊 所以正常 正常你正常王應該都可以打到這邊啦 不會有什麼難度 也不用 等體力或幹嘛 因為你升級這種體力就會滿 這個是算體力吧 這個 這個東西你只要升級他就幫你補滿 然後越來越多 這個分母會越來越多 看一下這個 雅典娜 這是那個 英雄學院的 我可以升級了 強化一下 這個是 也是打傷害的 然後這個是奶媽 我有升級一下 原本是回1萬 然後現在是回1萬 150 10150 雅典娜 所以 有人推薦是用他啦 我覺得我會試試看 大家來參考一下 然後回到這邊 這個角色強化這邊 這個角色強化這邊 我剛不是帶打這個嗎 我就可以這樣子 一開始我那個上級是 運是3嘛 然後就開始吃 假設我就這樣吃 一級吃一級好像是500吧 我這次主要在用已經42等了 一個100嘛 你看 一級吃100嘛 那我這次主要在用已經42等了 我們測看一下齁 42等去吃的話 哇 你看42等 每次一次就要4200了 那就知道了吧 譬如說我已經決定要練這一隻 先把他練到6星 因為你 80等 覺醒之後變6星 他還是會變1等 那等你變1等再吃好了 大家去嘗試看看啦 看什麼樣的 最划算 我這邊已經上限了 我這次42等已經上限 因為運 因為那個 你還沒有覺醒5星的話 他的運的上限是75 你要 你需要到6星才可以運MAX99 這邊我大概可以99了啦 就是我在打個機場吧 這邊有先吃了 有一些先吃嘛 我這隻是74 我差25 那我這隻是5嘛 123456 6 348 18加這個523 對啊 大概可以滿了啦 所以我等一下是把這隻練到 80等 然後把它覺醒 那為什麼要再練第二隻 運MAX呢 因為那個 因為我們看一下那個 這邊 這邊 這邊有個運MAX特點 點進來看 我現在只有一隻嘛 一隻的話 你看喔 他說 我在 我在1枚的話可以恢復體力 我們把特點一覽 點進來看 你如果有兩隻運MAX的話 你的活力恢復時間會縮短3秒 我不知道是 是多還是少啦 所以你起碼可以練個 兩三隻吧 先練個兩三隻 但如果你沒時間的話 我建議先練一隻 組隊的時候打 打那個任務的時候打 你第一隻一定要放 運MAX 大概這樣子 OK 再看一下 就轉蛋這邊 這個魯夫吧 魯夫很強 就對新手來說很需要他 我是第二抽 第二次十元抽就抽到了 所以我沒有第三次開始變1000 大概是這樣 我想要講的就是三個嘛 一個是抽魯夫 一個是運MAX的用法 然後一個是那個 技能 這個 傳奇英雄這個 你把那個 故事模式打到那個 氣龍珠 雅典娜就會跑出來 因為他是奶媽 奶1萬 三回合內還會 每回合再回10%的 最大HP 這個應該很不錯 OK 那今天的介紹就到這邊 那希望對 剛入坑的新手有幫助 因為我也才剛入坑兩天 兩三天 我會慢慢玩啦 不會太乾就是 慢慢玩這樣子 想玩就玩 好 非常感謝大家收看 我是哈姆 如果你喜歡我的頻道 歡迎您訂閱 並按下旁邊的小鈴鐺 感謝你 大家掰掰囉